在這個月初 奧巴特愛因斯坦的醫學院 會有免費的 美國紐約意見位於布朗克斯區的 斯利醫學院艾因斯坦醫學院 收到1比10億美元的巨額捐款 霸氣宣布從現在起不再收取學費 捐贈者洛斯·戈特斯曼 已加入該學院55年 也是該校董事會主席 她的丈夫曾創立著名的投資公司外 也是股神巴菲特的跨國企業集團 波克夏海瑟威的早期投資者 而在2022年9月 她的丈夫已高齡96歲離世 並留下價值10億美元的波克夏股票 夫妻倆長期以來 就一直參與著醫療慈善事業 曾捐贈過2500萬美元 給該校創建研究所 露斯·戈特斯曼表示 我感到非常幸運和榮幸 我已故的丈夫留下一筆資產 讓我可以給各位送上一份禮物 I'm happy to share with you that starting in August this year th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will be tuition 有了這份禮物 目前所有的在校學生將獲得2024年春季學期的學費報銷 並且未來入學的學生將免費就讀 事實上該醫學院位於紐約市最貧窮的行政區 而該校學費一年就超過5.9萬美元 不少學生仰賴獎學金或是貸款來支撐 也導致許多學生畢業時 身上就背負著超過20萬美元的學貸 洛斯格特斯曼希望這次的捐贈 可以減輕學生肩上的重擔 妳的老師 妳是誰的愛妳 妳的老師 來啦 我幫妳要煮的 妳幫妳要煮喔 小腹妳用腹下去煮的 再來我再一次倒一下 我買這個 黃豆不用包再吃的 妳的菜都吃這種就對了 妳都用菜就對了 我買這個就是飯啦 飯我煮喔 煮更半飯就吃兩隻了 好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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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